耶伦任期内第二次访华的行程目前已经过半,对于这样一位重量级美国官员来华访问,中方自然给予高规格接待,但耶伦却仍然傲慢地逼迫中国牺牲产能,此举有何考量,耶伦的目标会实现吗?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据媒体4月7日报道,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已经抵达北京,开启自己新一轮的行程,在此之前,他已经与多位中国高级别官员会面,但是,当我们观察耶伦的行程,以及中美双方发出的公告之后,就会发现。 耶伦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同中方达成重量级的合作成果,中方所用的措辞,使双方同意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讨论,说明没有达成共识,仅仅是交换意见,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很大,什么样的关键问题呢? 从各界媒体的报道来看,聚焦在了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上,耶伦早在访华之前,就宣布要讨论中国产能问题,访华时,也的确向中方提出来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担忧。 耶伦以及美国政府所担心的中方的过剩产能集中在三个方面,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以及光伏产品,所谓的产能过剩,我们在这里略微做一下解释,美方的意思是,中国政府通过大量的补贴, 在这三个方面培养起了完善的产业链条和相关企业,如今这些企业在生产效率以及产品价格上比国外同行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并且正在通过低廉的价格打价格战,惊吞国外同行的市场,这不是我们杜撰的,而是包括美国商务部长维蒙多在内的诸多美国高官的各种言论透露出来的。 他们从这样的利害关系出发,来阻止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今后或许还有欧洲市场,耶伦就是带着美国政府给他的要求,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任务来的,中国是否产能过剩稍后再谈。 但美方既要求中方自断一臂,降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以及光伏这些拳头产品的出口,自己却又不给中方做出任何的让步,甚至耶伦访华期间美军还在南海搞着军事演习,用的还是那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这样的背景下,耶伦访华肯定取得不了重大成果。 至于美国近期频繁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其实和产能没有关系,就是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明白,本国企业已经无法在这些行业同中起竞争,故而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包装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将产能过剩这一指责套在美国头上,同样可以发现美国的农业、半导体产业同样产能过剩,英特尔、英伟达、超微半导体、苹果、微软。 这些企业总部均在美国本土,敌人越是反对的,我们就越该坚持。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以及光伏是中国近些年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产业,更是出口产品的大户,对社会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样的产业,美国政府妄图靠三言两语扼杀掉,是否过于搞笑,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大国, 美国休想靠自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逼迫中国签下类似当年日本那样的广场协议,中国不吃这一套。 财政部4月3日发布消息 经中美双方商定,美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将于4月4日至9日访华,这是耶伦9个月后再度访华。 他也将成为拜登政府任内两次访华的内阁官员,要想不需此行,美方先要想清楚几个问题,坚持还是妥协。 耶伦为什么能成为2024年最先访华的拜登政府内阁官员,中美经贸领域沟通交流机制的新变化,是一个关键的观察点,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有表示,去年成立的中美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是在当下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机制。 耶伦作为部长的财政部,是这两个机制的美方牵头机构,过去半年,耶伦所带领的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协调对华经贸关系方面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中美经济,金融工作组,从去年10月第一次会议至今,保持着每一至两个月就沟通一次的高频率交流,体现着双方为改善关系,并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所做的努力,随着新的工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其协调的领域也自然开始牵涉到过去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范围,中美经济,金融两个工作组,在过去半年分别成功举行了三次对话。 中美之间可谈的事情开始变得更多且更细致,以经济工作组为例,最初工作组谈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到了第三次对话时,工作组谈的问题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 产业政策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这个机制在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干扰的杂音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声音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荒谬,比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就要求美国民众想象,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武器化,会发生什么? 但这种假设完全是出于虚构,没有经过任何验证,摩根士丹利亚州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就表达了对此的批评,美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指控,这些行为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面上看,拜登政府执政三年以来,试图营造美国经济因对华强硬而受益的印象。 但深入去看,拜登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否达成,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论,比如,拜登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按照拜登政府的说法,打压中国企业,能让美国的那些老工业区从中国手中抢回工作岗位,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分地区具体看美国制造业恢复的情况,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老工业区,今年二月,工厂就业人数仍比五年前减少了三万九千人,这些现象,其实应该给美国政府更多的警示。 这个机制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拜登政府应该好好想想,留给解决问题的时间还有多少? 谈主注意到,双边经济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是此前中美经济工作组提到的高频词,这两个词中有一个重合的领域,中美双方一直在交流,推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上一次耶伦访华时,中美双方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当时,耶伦表示,中美气候融资合作至关重要,回国后,耶伦又表示,要推动美国加强同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而这一次访华前。 外媒报道称,气候变化问题依旧是耶伦要谈的重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后,就将气候问题视为外交事务的优先事项,强调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与之对应,美国财政部也很快制定了为期四年的部门战略规划,将应对气候挑战确立为五大财政战略目标之一。 但美国政府的表态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应对气候变化和中美绿色产业合作息息相关,拿新能源汽车来说,2021年8月,美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要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50%,两年后,2023年,这个数字仅为7.600分号,距离目标相差甚远,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看看美国是怎么完成目标的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出的法案,它被称为美国气候政策的转折点,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最大规模行动,而这个法案,有诸多条款在明确针对中国,例如,在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条款中规定,从中国进口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将无法获得法案中减税免税的政策优惠, 将中国排挤出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想法,昭然若揭,但问题是,在新能源领域中断和中国的合作,真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吗? 不久前,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了美国2024年的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目标,在公布目标时,美国能源信息署还特别提到,要实现今年的目标难度极大,之所以不好完成,是因为美国居高不下的制造成本。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23年,美国光伏组建的制造成本比中国高30%,尽管美国采取了诸如通胀削减法案,这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举措,但这并不能改变局面,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到2028年,这一差异可能扩大到100%,另一组数据同样能说明问题。 2023年,中国风电机组装机成本创历史新低,较2022年下降45%,仅为美国同等成本的五分之一,美国官员宣称,政府采取这些举措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降低美国消费者的能源成本。 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忽视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行为,也在进一步延缓美国达成气候目标的进度。 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是,随着美国新能源行业不断发展,美国将在电网系统等基础设施领域面临重大挑战,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美国有些电网基础设施已服役50年或更久,很多电网基础设施急需替换,而为数不多能满足美国替换需求的国家,是中国,无论是从现实需要还是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加强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 都是美国应该做的,气候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危机,而美国为了提升自身在新能源领域的所谓领导力,就想打压中国的新能源行业,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危机是一种伤害,这也是在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而这,也是本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很多问题上的缩影。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2024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计为2.9%,而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需要中美在绿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的角度,中美合作都理所应当。